岁末年终,基隆市议员施伟镇特地牵线社团法人中华玉赤奉天公天上圣母慈善功德会 一起到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的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制赠12箱的成能尿布以及5箱卫生纸和18组教学教材和圣诞手作等物资 协助中心照顾身心障碍的大小朋友们 我们非常感谢无极圣员工清水带行店 三义工跟基隆医治丰天公天上圣母慈善功德会 因为知道伊甸曼菲天使很需要教材跟器材 我们也很感谢伟政议员长期以来默默地做一些慈善工作 来媒合我们一起来募集尿布一些器材等等 当然曼菲天使很需要更多的社会大众帮助 现在因为天气越来越冷然后伊甸的物资也越来越需要 所以很高兴能够透过我们这个社团法理预测奉天公 他这个慈善公民会这边能够捐赠出这么多的物资 来给我们这些有需要的朋友 我真的非常感谢 感谢奉天公他们这段时间在外面四处奔走 就是为的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资来给这些有需要的朋友 那伟政呢今天能够跟着慌天公一起来来做爱心 能够来跟大家一起结缘 我觉得非常开心 对于市议员施伟政以及民间团体的爱心 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也由衷感谢 非常谢谢施伟政一座 我还有带领我们民间团体 伊甸基金会办理的伸脏中心的关爱 特别在这圣诞节目当中 带了好大好多的物资 来跟我们一起同乐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预祝我们一座身体健康 那也祝我们所有民间团体 能够这样子抛砖引玉 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怀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谢谢大家圣诞快乐 市议员施伟政希望抛砖引玉 结合大家的善心 一起来做善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